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让我拍下和朋友开心分享 姐姐,你没有见过可爱小朋友吗? 什么都分享一大餐 可爱小朋友固然不多见了 你试下搭乘长途飞机 坐你旁边的室窦窿 不停尖叫扭里扭路 配合他们的极品家长 你也是的 这么大个人和小孩计较 你说是否难受 不过今时不同的往日 好啦,那你认多一点 但是,今时怎么不同的往日呢? 是啊,今时今日不单可爱小朋友罕见 直接连小朋友本身都几乎变了贫疑物种 姐姐,我今年读K3 但我读书少,你不让我骗我 那你没听过大骗小比指卫吗? 数字不会骗人的 家教会公布每5年进行一次的 香港家庭计划知识 态度及实行调查 最终本港已婚夫妇 以及同居伴侣在家庭计划等方面的趋势 去年的调查结果发现 母子女的女性比例 1.2名,跌到去年的0.9名 嗯,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联合国最新数字都显示 香港生育率全球最低 每名妇女平均只生0.8个小朋友 不过话实话 那些人不肯生孩子 都不只是香港遇到的问题 就像日本那样 最近公布数字指当地人口连续低14年下降 而且减幅仍是有史以来最快 全国47个都道府院的居民人数首次全部减少 又怎样不经常当日本向下 再这样下去 整个日本人都不多一个 真是五方五方向下 这位小朋友 猜不到你都挺留意新闻的 不过你始终都是小孩 不知大人的难处 以前就说天生天养 现在小时候开始竞争激烈 说要赢在喜跑善和 又要学琴又要学打剑 莫说小孩压力大 学这样学那样又由学团又盛 再再衰财 你太小就不知了 封之后李荔山很多年前有个经典广告 香港养大一个BB要成400万港元 早前update再计多一次 条数已经去到600万 你说为人父母是不是难呢?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虽然小子化是全球大趋势 但为什么香港特别严重? 年轻夫妇非不想也 实不敢也 负责上述调查 各位学者说 港府一直以个人决定 会应增加生育率的问题 但实际本港欠缺鼓励生育措施 当局应该加强支援生育政策 例如加强生育指导 为希望生育的夫妇 提供方便和可负担的服务 再看真点调查 与五年前相比 更多受访女性表示 各种经济上的鼓励 提高雇主和社会对家长的支援 以及提升教育质素等措施 能鼓励她们散多些 特别是只有一名孩子的妇女 其次是无子女的妇女 反面证明 港府鼓励生育的政策 越来越跟不上市民需求 还有住都是一个很大问题 香港地不单上楼难 即使上楼 人均居住面积也只有百多平方尺 想都想到 当家里得豆腐养那么小 家庭环境迫迫劫劫 想说积极做人谈何容易 是的 说到香港地居住环境的恶劣 就一定要说 令香港筹出国际的劏房 之前有个调查发现 本港劏房户人均居住面积 比监仓更小 反而是面积和人口密度 都低过香港的新加坡 人的居住环境更阔落过香港 还有说 人地新加坡政府 为鼓励民众生育 挖空心思 出尽法宝 几乎可以说去到人有的程度 听说参加速配约会 Speak Dating 政府都会发放奖金 但即使是这样 都很难大幅提升生育率 好像港产官料那样 但双手等运到 随便提高下子女棉税颜 走到做了事 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现在的年轻子女又不生 人口又越来越老化 再加上移民潮下 走得到的青壮年都用脚投票 政府计过数 香港到了2037年 长者人口将会超过三成 每1.7个打工仔 就要供养一位长者 到时候就辛苦你们了 好了 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 大家是觉得like 搞错啊 还是吃花生呢 投票告诉我们 多谢收看